今天是12月30号 今年的封关日 新历年 台北股市今年非常热烂 我们可以看 其实如果从年初到现在 整个行情 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年元月1号 从多少 从大概是14900 这第一天的收盘加14900 到昨天再创历史新高 再创历史新高 现在目前为止是小涨 其实整个波段来看的话 这是每个人都有赚到钱 应该是要有赚到钱 我也知道了 最担心就是怎么样 最担心就是大家 最高杀低 最高杀低的问题 就是在涨多的地方 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 那边的时候 那边的时候你要特别的要冷静 冷静 冷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先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现在起过小跌 小跌18点 大盘现在小涨31点 31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北股市是 现在成交量还不准 成交量还不准 那我们先看一下 来看一下资金分配现在 分类指数现在还是刚开始而已 现在有多是小涨小跌 小涨小跌 好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每一股 昨天每一股其实也都没什么行情 没什么行情都没 都小涨小涨小跌 成交量也是一样 这我都跟你说 不是只有我们量输 不是只有我们 全球都一样 全球都一样 因为这段期间就是从 那圣诞节到新历年这段期间 都是没有什么量 量的话都是 都会说得很极致 都会一直在量说 那要到了我们新历年过后 那云淡过后 那才会恢复 不是说恢复 才会正常量 那最近在操作像短线在操作 当中最近 今天当中也先不要做了 先不要走了 因为今天量人来看的话 可能还会在 差不多啦 差不多两千五百亿左右 两千五百亿左右 那先看一下 先停看听一下 好 台北股市现在 其实这段期间 你可以看台北股市 今年 像下半年 上半年那是有点久了 下半年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半导体 半导体的一些股票 那其实半导体 你要做很多股票 其实半导体的股票是很好做 是很好做 但是就是 你也是要懂得卖 不是说这样 从头报到尾 他也是会拉回 再怎么 再怎么他的 整个产能满载 持续的一直在给你 告诉你说 他们在涨价涨价涨价 但是一样 那股价涨高还是要卖 要去买 就像 举个例子 虽然看我说 连电 现在目前为止 在平凡附近 去一刻而已 你也可以看我说 从下半年开始看 不用看那么远 从七月份 到这一段期间 这 好消息 好到多到不行 现在年底 现在又 现在又是消息多 多到不行 又多到不行 所以 也要懂得卖 懂得卖 我们在 在新一年过后的话 我们会调整 新的一波的一些股票 新的一波的股票 当然连电 连电这张股票的话 我们是在 10月14号进场 你家 那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以我们 以我们的持股 随便卖 随便赚 随便卖 可以 不可以说随便卖 当然 我也需要 当然我也一定要 一定要卖到 相对高点的地方 相对 不可能 没有最高 没有最高点 那不是神仙 好 那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看 现在台股 现在小涨37点 其实每一年的一开盘的话 都会 新一年都会蛮大 大幅度的震荡 大幅度震荡 那买好股票 那买好股票的话 就 如果买好 那就安心 就安心 不用担心 该担心的时候不是现在 是在之前就要调整好 之前就要调整好 那在有些股票涨很多的 你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来 再来看一下 那现在目前为止 那你可以看 今天 看一下 现在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又再创历史新高 又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刚才又创历史新高 最近 今年 还有 有一些像比较重点的地方 像有航运股 航运股 在明年 明年大概 还会有 还会有好几波的行情 我所谓行情就是说 当然 股票当然是有一个 有一个波幅震荡 我们是说永远都在涨 没有这么好事 没有这么好事 好 来看一下 现在的分类指数 分类指数现在运输 现在小碟 钢铁小涨 电子 主要 我们大概最主要的地方 我们在操作就是电子 化工 钢铁 运输 这几类 那里面 当然都要先选好那些 一个它的类股 再来就是看小细节 就个股 个股 产业的类股 再来看一下它的个股方面 它的强弱度 再来分类 我们这样来选股来操作的 最近就是比较红的就是台积电的概念股 台积电的一些供应链 它们的供应链的话 最近因为在10月27号 拜日的 礼拜一 他们有公布说要 也 不是公布 他们就去台中市政府 去跟他们恰伤 去跟他们问 他们要在台中盖 盖2奈米 按道理 新年代工2奈米 要盖2奈米的厂 要花大概有8000亿 变形亿 非常大的素质 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那当然就开始就会有一些供应商 供应商来说的话 当然就会有很大 因为他们这些供应商 公司才好都是一些小股本 都是一些小股本 所以当然会有比较 比较有行情 想象的出来 因为如果有两 你也说有两层 两层的设备 在我们台湾购买的话 1600亿 可以让这些中小型股 每一家公司都可以获利满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资金分配图 来看一下 运输现在是12% 有点少 但不少 当然 已经 就今年就今天结束了 操作 那也告一个段落 想想 那你需要怎么样的人 来带你来操作 带你来操作 其实我们在下半年 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大概 我们的一些30% 赚或30%的股票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不会去操作 那种 我们那种看不懂 每天掌停板 没有 那个也没有 我们也不会每天 没有那种每天掌停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来看一下 现在有哪一些是比较 那我们盘面上 现在所重点的地方 来 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 来 这信鸿科 信鸿科这支 昨天你如果看我的 VU2节目 你应该知道 我特别讲 就只有这档股票 所有 昨天大概有8到9档的 差不多有8到9档的 台积电的供应商 台积电的供应商 有8到9档 那大概那几档都是掌停板 我说 就只有一档股票 我认为它还有空间 还有机会 剩下的我通通没有 我通通没有 我通通没有说 那要怎么来做 我还是告诉你 我昨天还是说 这些股票的话 你就要注意风险 最高的风险 有一档股票 还有机会 还有空间 到一支 姓鸿科 姓鸿科 那目前为止可以看到 这里面现在没有整个 涨停板的 没有一档 没有一档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涨幅最大目前为止看来的话 姓鸿科 接下来就星云 姓鸿科 姓鸿科 当然也是我们所操作 也是我们的操作个股 也是我们的操作个股 你可以去看我昨天 我们的YouTube的节目 你可以去看 那我有讲到 只有姓鸿科 我认为还有空间 其他的 就要小心到最高的风险 我都特别直接 我在这里讲 都直接讲的 好 目前为止 现在看到 这些涨停板的一些股票 像索罗门 咱们是涨停板 附近 昨天涨停 中环又涨停 转投资 一些影视 这种股票 在操作 不要去 不用这种股票 不用这种股票 操作上 非常非常多的股票 可以来操作 好 现在台北股市 现在我看这边 来 我们先看一下 跌幅 跌幅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说像跌幅 来看一下 连领 现在目前为止 跌大概4.7% 昨天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跌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 藏心 除了涨也要涨停 也是今天也跌了 好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很多股票都是最近的强势股 现在拉回来 股票就是这样子 涨涨跌跌 在涨跌之间就是要自己要去拿捏 拿捏算看是你的获利 你也不可以从头到尾报到尾 像我们在操作的话 我们是会看 那强弱度 还有它的筹码 筹码 当然最重要的是产业未来 产业搞不清楚一党公司的产业 不可能去买 不可能去买 我们不会去买这样的股票 我们都要买一些 我们要买我们熟知 熟知的一些产业 这些产业来 然后我们再进来再来筛选 它的重点的一些股票 重点的一些股票 然后再来看一些价位 好 那目前为止 现在台北股市现在是 现在是去 差不多是在用的 这是20点 其实不多 今天很多股票 现在这边的一些 现在所目前所看到的 这些股票快速扫描一下 来 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大部分都跌比较多 那都大部分都跌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分类指数 现在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类股比较突出 没有 我看得到是这样 没有比较突出 现在目前为止 成交量的电子 跟他们的权重感同样 66% 66% 这些运输 在 有点少 有点少 我就说 今天 今天 不要冲了 也不用冲了 因为操作 明年再来了 你也说 当冲 明年再来 今天没有 今天没什么量 量没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的话 不好冲 不要随便乱做 那也可以多看 多看 多看 少做 多看少做 好 那目前为止 已经要接近平盘 已经接近平盘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我们所操作的 你可以看到 来来来 太极 太极来 这样 昨天在 昨天在这里低档的地方 昨天在低档这里 宋材家宋材家宋材 跌到底下的时候 他开低 那前天掌停板 前天拜里掌停板 昨天一开板 开低 开低 大概我们 在节目上我们所看到 大概是在跌了 0.8元左右 我怎么说的 你记不记得 我说 不用贪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你目前为止 他们还在 半导体材料 还在参战 参战 我们也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那昨天 开低 走高 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昨天开低走高 收涨5% 涨过去5% 今天 今天看来也是开低 也是开架 开 差不多了 平盘附近 现在在平盘附近 下跌三角 操作 操作还是 还是要自己要 你如果 你自己操作的话 当然要自己要 保护好自己 不要追 不要追高 很高 不要追高都是风险 要注意一下 当然 如果有好的 如果有 有很大的力多 有很多的一些题材 当然就是要 当然我们就会买了 像这 太极 他不是说 现在你看这个 不是像你现在看到这个 不是这个 太阳能电子 不是这个 这边来 这边来什么样的气 当然不是这个 所以主要 它现在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它有投资一家 盛新 那子公司 盛新材料 它是做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那明年开始要 明年 明年开始要量产 明年开始要量产 那在接下来的话 他们量产来说的话 他们就合并营收的话 他们营收是大幅成长 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看 明年来看的话 你就看到 他们会有 当然因为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你不能等 你要不要说 你不能等到 那大幅成长的时候 那股票都已经定高 定高位置在那边等你了 定高在那边等你了 你就要注意 好 当然就是要提早布局 提早布局 操作股票是这样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这我们操作的主轴 最近还是这样来用 这个操作主轴 低位接族群 低位接族群 那短线操作 还有一些明年的新题材 提早布局 一些 好 那现在排名上 在平盘附近 在平盘附近 那大盘在平盘附近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 盘比赛有些重点的地方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报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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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有您18年来的见证获利 感谢有您18年来的一路同行 成通投顾的生日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发折 一发折 就是一发折 舒服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最后一天 错过本档 机会不再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成通投顾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四伙伴绝隐动17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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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覦重量1 1 1 2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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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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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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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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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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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e 歡迎來到現場 我們再來先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重點的地方 掌停板的其實這些 其實這些古墨都很少看到 不是很熟的一些股票 你不要隨便亂做 我昨天有跟大家 大家在我們的YouTube 在昨天特別講到這檔股票 台積電的供應鏈的這支 信鴻科 台積電供應鏈 我總共有八到九 應該算得到九家 九家總掌停板昨天 他也是其中一家 信鴻科也是其中一家 我只有電名到這間公司 還有空間 果然今天又上漲了 今天又大漲 當然我們這樣股票 我們也有在操作 好 那我們剛才在排名上 上掃描一下 今天像航運股來說的話 今天就行情就沒有像 沒有那麼好 今天量有比較少 量有更少 現在跌幅有0點 指數現在0.9 0.9 現在目前為止電子還上漲 鋼鐵 這個小買就好了 小買就好了 小賣就好了 先不要大量進去買 好 我們看一下資金分配 航運股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現在有價值點了 現在有15%左右的成交值有15% 來看一下現在航運股好了 先看一下航運股 來 現在航運股最近可以說 實在一直在盤整 這整個月都差不多 都將近這12月份來都在盤整 盤整 都在經歷 來看一下我們所操作的 所操作的陽明 今天下跌 給你錄了 今天下跌 下跌 陽明下跌泰價 現在下跌2塊半 2塊半 還有長榮海運 現在下跌2塊錢 貨櫃三雄 我認為要有行情的話 要有行情 你要等他年關後 過年後 就是我們的新一年後 元旦過後 財務比較有機會 因為現在可能就資金 資金 那個量量不大 你這些股票 他們很難 很難 很難找到 短線也不用去碰 我就跟你說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場牌我就跟你說 我就跟你說 今天你就不要去衝了 今天你不要再衝了 不要去當衝 那有就少看 少做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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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台北股市 現在上漲 還在上漲16點 這無錢為止 現在成交量 今天大概也是 大概是 我預估 大概也是2500左右 那樣除非說有 有大漲大跌 有比較大的變化 不然的話以現在目前來看 大概是2500左右 2500左右 好 那這是 關於台股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我們所看到 盤面上的一些重點的地方 來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 投信任養股 這你要注意 這過年後 他們會計年度完 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投信任養股 會有賣壓 他們會有賣壓 要注意 好 那這最近 這是我們 這期過來 YouTube的封面 在12月27號 拜祢星期二 來 這是禮拜一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二 你可以看看 太極漲停板 太極漲停板 12月28漲停板 過來 太極29號 再大漲5% 15% 這樣子 這樣子而已 這樣就15% 15% 這樣就15% 這之前我們做的太極 在於上半年 這下半年 這下半年 沒有說太久 太久了 上半年不用再講了 太久了 實在太久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一些的話 都是大概我們會講到 我們的下半年 下半年 7月份 7月15號下半年 做這段的30% 到8月4號 8月20號 拉回我們再做 再做這一段 41% 41% 好 這是有關於像 這起太極 那有關於第三大半導體 其實第三大半導體 在年關之後 年關之後 我們還會有一檔股票 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現在 目前為止 我現在還在觀察它價格 我們要進場 還有一檔 然後也很值得我們 來操作的有一檔 那是要過年了 過年好了 要過年好 那今年時間也快要 也今年已經快要結束了 今天就算你會贏 那你就 該休息的就休息 不要一直在 多看掃作 多看掃作 來 要審視一下 看一下 掌握產業 要掌握產業 這是我們的操作 我們不是在看那個價 不是在看那個價格 看那個價你沒辦法賺到錢 你很難賺到錢 看到價格你都是在追高而已 來 這是我們周年慶 這是我們周年慶 如果想要跟我們來操作 歡迎 你可以來電 或是到來生活圈台 加一都可以 都可以 來 贏家 才能幫你成為贏家 贏家才能夠幫你成為贏家 那在操作今年已經 今年就已經到今天結束了 也祝你新一年快樂 投資賺大錢 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那就可能要到下午 下午的節目我們再來見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也祝你投資生意 我們下午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則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盡在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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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通投顾周年庆典 众望回馈出击 感谢再感谢 成通投顾不负众望 再创家机 感谢有您18年来的长期支持 感谢有您18年来的见证获利 感谢有您18年来的一路同行 成通投顾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发折 一发折 就是一发折 术博专线02-2752-5868-2752-5868 最后一天 错过本档机会不再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顾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получ的 作品是否负责她做 comebacks 是否责经营